欢迎您回到格罗拉彭卡诺水上运动中心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塞亚运会游泳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竞争 在今天的决赛日 现在我们即将迎来的单项是男子200米杨勇 在这个项目当中 中国的徐家瑜和李广源 这是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选手 所以他们两位呢将在中间道来出场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各位对手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主场运动员安家维加亚 第一道是新加坡的方嘉义 入江临界是今天这个场次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 1990年出生的他 已经比现在看到的印度选手是大了整整11岁 印度的纳塔拉杰 另外一位代表日本队参赛的沙坚敬太 这也是他第一次代表日本队入选国际大赛的阵容 李珠炮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 入江临界这个项目的三连贯还也是前世界记录保持者 一分52秒51的成绩是他在09年的罗马市井赛上游出来的 虽然保持的时间并不太久 很快就被打破了 但仍然是保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荣誉 徐家瑜 徐家瑜在去年的市井赛当中 男子100米洋勇夺冠 也使得他迅速的成长起来 有的时候啊 这个运动员在一些大赛当中 一些关键的场次当中可以获胜 对运动员这种自信心的积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李广源 李广源在稍早之前的100米洋勇当中 收获了第五名 李广源在稍早之前 现在在这个比赛日已经结束的单项当中 中国队是获得了一枚金牌 两枚银牌和两枚铜牌的成绩 而日本队是获得了两枚金牌 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从奖牌数上来说 中国队会更多一枚 然而从奖牌橙色上来说 今天也是日本队 目前起码是暂时啊 是超过了中国队 比赛开始 男子200米洋勇的比赛 在这个项目当中 陆江灵界保持着赛获记录 以及亚洲记录 在09年的市井赛当中 陆江灵界的世界记录啊 实际上是只保持了一小会儿 就很快就被美国的佩尔索尔所打破了 那么这个记录呢 也是一直维持到现在 1分51秒92 因为当时是快速涌易时代 所以这个记录到目前为止 已经尘封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第一个转身之后 徐家瑜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 虽然说陆江灵界是亚洲杨勇 这个项目当中成就最高的运动员 他已经收获了三枚世界大赛的奖牌 但是从年龄上来说 徐家瑜现在的状态和竞技水平 要比陆江灵界更好一些 在这次亚运会 徐家瑜这是已经超越了 世界记录线0.31秒 看看今天中国队是不是有可能 再收获第二个新的世界记录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也是徐家瑜直面 入江灵界的第三场比赛 之前的两个单项 包括在男女混合参赛的混合勇接力当中 都是徐家瑜获胜了 我们希望他把这个胜利一直保持到最后 最后一个转身 徐家瑜领先入江灵界1.80秒 已经几乎是可以确认这枚金牌的归属 徐家瑜 徐家瑜进入到最后的25米 今天游得非常的顺啊 从早上开始 整个人的划程非常的长 入江灵界再加速 三道的入江灵界现在在第二的位置 和徐家瑜差不到一个身位 但是徐家瑜已经确认无疑获得冠军 一分53秒99 这个成绩非常的接近赛会记录 徐家瑜前程今天拼得相当的快 一度领先世界纪录0.31秒 这样徐家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就实现了个人在本次亚运会 第四次夺冠的状据 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这是徐家瑜的出发动作 登边之后 徐家瑜在这个镜头当中 他的转身出发的优势显露无疑 他也是目前中国队里面 比较少有的转身出发技术 非常出色的选手 入江灵界虽然在后程努力地追赶 但是他在前程跟徐家瑜的相差 实在是太大了 已经没有办法 所以徐家瑜在这次亚运会当中 没有拿过第一以外的任何名字 因为您是赞看的 主帝女仙的有尽命 然后補人 今期妙者 已经发生了 再引害 lux 都没有打扮 榜 露出饮 这种